现在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 究竟舰载机选型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原则是什么 原则是什么 这个标准 不是说航程怎么样 不是说起降怎么样 这些肢节的性能 就是某一个单向性能 其实对舰载机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最重要是什么 是一个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你能不能对付你未来的主要作战对象 就是你这飞机将来要对付谁 那么我们现在看 很明显F-35的舰载性 如果你能够在性能上空战 各方面性能能压倒它 你就具备了上线资格 咱们说美国海军 它将来的F-18序列的飞机 都要被F-35C替换 日本现在主力战机 将来也要替换成F-35 韩国也是这个 甚至澳大利亚 什么英国什么这些 将来都要装备F-35 也就是说 我们未来可能的主要作战对象 很明显 F-35 你能对付F-35压倒它 你就具备了上线资格 作战对象 决定了你的全面性能 应该是什么样的飞机 你如果具备 你就应该是一个综合性能的压倒F-35 这一点 歼20显然有优势 歼20显然有优势 我是重型战机 我重型战机的空战能力 航程 综合 各方面不是单一性能 是综合的 很明显 容易压倒中型的空战机 就是说我作战的时候 我的手段更多 我带的武器也多 我能力也强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来看 现在对歼31的巨大条件就是 你的综合能力能不能压倒F-35 那么第二个考虑原则是什么呢 飞机的制造成本 就是多少钱一家 这太重要了 是的 甚至这个成本决定了 你这一型飞机能不能成功 我们看 F-22性能非常好 各方面都是极端的 顶级性能 那数据一说 号称独步天下 现在没谁能达到它的水平 隐身 超音速巡航 超机动 各方面 人家全都很牛 但是有一条受不了 价钱受不了 价格也是No.1 美国空军号称是最有钱的空军了吧 美国军费号称全世界第一位 他的军费 前十名的军费 那九个加在一块 可能还顶不上美国军费 就这么有钱 这么有钱的军队 这么有钱的空军 买F-22买不起了 你说他究竟成功还是失败 我觉得他失败了 那么所有这些 我觉得其实我们关注哪种飞机上舰 最重要的两条 第一 和谁打 是对手在哪 对手是谁 我能不能压倒他 这第一个就是性能优势 你要有你的作战对象 有目标 有一个压倒的一个目标 那么你就好说了 第二个就是生产成本 能不能降到比较低 能不能够控制成本 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学问要做 并不是说我无限膨胀作战指标 像为什么F-35 F-22的成本那么高 就是一些作战指标无限膨胀 什么都要走到极端 最后结果是成本也走到极端 最后军方傻眼了 买不起了 用不起了 维护都维护不起了 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 一些飞机就 咱们说很难形成真实的战斗力 只是一个花瓶 共看的 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而且我觉得是F-22的前车之舰 我们应该警惕 是 所以说到底还得实事求是 对 第一目的很简单 就要打得赢 第二也得消费得起 买得起 用得起 是的